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狱兽 这一通操作也是很风哨啊 待会我们这个霓魂禅应该是反折了 待会他可以抢主攻的牌 是吧 但抢完之后呢 抢完之后估计打主攻 主攻再把佐斯翻了就是了啊 哎呀 这个狱兽厉害了 把佐斯打成这个熊样啊 只要咱们能够成功行动 佐斯这个样子顶多冰我们一下啊 那个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啊 而我们是不太怕冰的是吧 我们这已经有四张牌保里面了 即使只有一个冰 我们也可以把手牌摸到上线啊 或者我们也可以包养这个黄盖啊 四张牌给他之后 黄盖除了拿我们的四张还要再摸四张 还要回一滴血啊 你说爽还是不爽啊 好 这个狱兽既主攻无限乐啊 主攻的冰还是中了啊 好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佐斯这个杰之真爽啊 随便摸一张就是九保了冰啊 好 他又来断粮了啊 手上的这个东西还不少 都要冰出去吗 一二三全冰出去了 至于吗 留个八卦防防身啊 不过他八卦确实防不住啊 防不住这个红杀 好 我们选择选项二啊 交给黄盖四张 黄盖再摸四张又回一点体力啊 这简直吊得那是一塌糊涂是吧 好 我们这个给黄盖的那张牌 隐兵牌里面有个无限啊 所以我们从冰过来给了佐斯一个杀 佐斯有九师啊 暂时死不了 但黄盖这么一动 十九八九是死了的啊 好 这个杯哥能帮他加一点血吗 帮他摸两张牌啊 这应该没什么太多用 好 我们这时候隐兵只有一张了 再也用来隐是吧 这一张待会也能让我们 把手牌上线给补满是吧 那我们的决定还可以选择自己啊 这个这个获得啊 这个移去移民牌 然后将手牌摸至体力上线是吧 好 这个黄盖决定先吃菜啊 吃完菜之后 他这个炸祥的效果依然还在啊 那又跟炎梁文宠先判定在决斗时 毒菜是一样的啊 还是可以一直决斗下去 你看他这个红沙还是可以第二次处杀 红沙依然是不能被散是吧 直接命中啊 这个黄盖在我们的包围下 已经连杀两个反贼啊 好 看看他他的表演结束了吗 他没有他掏出了凶器 诸葛连弩那个夹学也要完蛋了 是吧 那应该黄盖是忠诚了啊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菊兽就应该是内奸了啊 好 这时候这个五股风灯一开 我们的优势已经巩固了啊 应该虽然黄盖是白板了 但以后咱们的隐兵包养 哎 不过菊兽这时候还是帮主攻无限了啊 所以这时候还看不出来是吧 好 我们看看再说啊 这时候我们选择把手牌术摸满啊 继续打啊这个貂蝉啊 冰的一刀杀去貂蝉死 还是没死啊 死完了之后 还吃个桃继续引兵是吧 蹬的一下子 还是只放一个引兵在头上啊 好 黄盖把木龙马赢给主攻 这个菊兽难道也还要继续 当忠诚打下去 还是干脆投降算了啊 看看这个什么选择 我们再选择给曹丕给曹丕加血啊 曹丕摸牌是吧 菊兽一看觉得没没啥搞头了 亮起白白裤算了啊 好 我们这个主帽看样子是 站在别人身后的男人啊 男人背后的男人啊 黄盖路德MVP是吧 我们主帽的ID是中国飞啊 感谢他录像啊 这种武将出场率比较少啊 但是主帽修改之后 那强度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虽然没有特别的失衡变态 但也是值得以用的啊 好 感谢中国飞的录像 好 第二场看看七号位的反贼啊 看看是哎呦 主公选择了张鲁 这个主公是很强的 看看我们选择谁 咦 我们选择了吴夫人啊 吴皇后 吴密 哎呦 我们的这个 这不是我们的哥哥啊 看错了 我们的哥哥是吴义是吧 我这个迷族是迷腐人的 那是我们的情敌的哥哥是吧 在我们的下家 好 再上来张鲁一下子 挂两个迷啊 关心脏猫上来不动 郭皇后杀了一下关心脏猫啊 不知道是啥意思 关心脏猫不动 当时气杀了吗 也得搞清楚是吧 反正布置是挑中了 郭皇后跟关心脏猫是不明绝利啊 好 这时候布置说卡住了妈 卡住了妈是啥意思 然后他可能是觉得主攻卡了 没有帮主攻卖血 是吧 布置是可以帮主攻卖血的啊 好 这个鲁术也是已经不动 是吧 都很低调 这个刘成决斗鲁术啊 这一上来 这就是盾主的特点啊 就是如此啊 不过刘成应该是忠诚啊 毕竟这个布置挑了一个路灯 是吧 如果他是反他有脏猫 他有决斗应该是往布置身上搞 是吧 好 看我们就认出了两个忠诚 好 戴燕 选择了关心张猫 但这风险是很大的啊 那是有可能搞错的 是吧 关心张猫是没跳的 好 看见擒敌的哥哥 是我们一边的啊 卷弥足 跳了一个反贼 啊 然后手存六张牌过 让我们看看 一个九杀 哎呦 这弥足手上应该是有伞 这不会 一下子伞都出不起 好 关心张猫来了 你看他选择的是打鲁术 那应该也是跳了钟 是吧 因为布置这个钟在这里了 没有理由不打 那这样的话 应该反贼就应该是这样了 国王后鲁术跟弥足啊 因为我们莫名其妙的包养了 关心张猫一个桃子 是吧 所以组织角这种错误啊 我已经不用我多强调了啊 你虽然是一个配合型武将 你上来你可以不发动啊 那个戴燕又不是锁定计啊 你找不到队友 你可以再修一轮是吧 没必要这么慌张啊 你看他关心张猫正好就是多一张杀 把鲁术给带飞了啊 如果不是我们给他那个桃子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悲剧了啊 好 咱们安定位反贼进入了烈士啊 但也不是完全的烈士是吧 在国王后呃 戴戴飞这个布置还是很有希望的 不是说他很卡啊 好 那个张鲁还是把布置给捞了回来 布置又给张鲁术补了牌 一个定判 张鲁是可以选择掉血的 是吧 他反正他有大米可以卖啊 然后又这个揽曼独青 张鲁是可以再接着卖的 当然他如果害怕的话 是可以不卖啊 可以出杀也可以 因为他再卖的话 就等于是项米族和我们吴夫人说 项米开炮了 好 这个布置还是很屌的呀 这是没有白石也这么玩啊 他有一口酒是吧 然后他要继续定判摸 他现在只能定判三次啊 好他要把藤甲留着 把出血以扇给弃掉是吧 指望藤甲来保网他的命啊 好这一个杀 郭王后 郭王后选择了摸牌啊 郭王后选择摸牌 他并没有选择那个那个 改自己的脚招是吧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脚招算是废了啊 干脆现在保密要紧啊 好牛神来战绝我们 又战绝郭王后啊 这个战绝我们被无限战绝郭王后 他还摸了两个两眼一脚杀散了 我两个去光后 即使选择摸牌也没有保住他的命 又是一个反正倒下了 但他这个顺的话也不代表他跳十分是吧 他有可能是想顺 反正也没顺着啊 好我们现在会选择红牌 多指定一个目标 给迷竹啊补了两张牌啊 郭王后选择有双开 然后又给迷竹补了一张红刀牌 可惜不是跑 但迷竹又反过来 抱怨我们让我们加一滴血是吧 哎呦这铁锁连环火烧自己 然后把这个盘给拿回来 让迷竹吊血是吧 他估计是一张红色的米 没法改这个八卦 他应该多顶一个黑米在上面 但他自己怕被乐 还顶了一个红套在上面啊 好 那因为有张武在迷竹这个八卦 看样子并不能指望太多啊 好 这个布置应该又卡了啊 摸了两张牌之后 一定没有那个啊 给张武补牌是吧 那我们还是比较好打的啊 没有太大的麻烦是吧 这关于张包也选择一个托管状态 这一决斗估计布置就非了 再进入五人局也是可以的啊 这内阶应该给标出来啊 现在五人局 这还是有的打啊 甚至打死关于张包 进入四人局也可以啊 其实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也没必要那么快的打 打死这个这个关于张包是吧 好关于张包表示 不是太垃圾 只会给主攻 我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暴力篮 居然不包养我是吧 好 这个果然乐布斯鼠来了啊 但乐布斯鼠来了啊 他头上是一个红桃的一个 一个伞啊 是个红桃的伞 所以他没法让我们啊 强强住啊 如果天判无导态是没办法的 好关于张包来了 跟拼了是吧 这个这一下子啊 这个罐子鼠强冠 强弥足啊好 这时候这个关欧洲 你还不如砍主攻一下呢 那个关于张包说无所谓啊 有什么好砍的 好我们刚才选择的是 应该不是多么一张吧 这个被乐了 我们还选择多么一张 不安利位了 先给主 弥足补来个桃 又让他无限想出来啊 结果被刘成打了个反无限 刘成已经觉得啊 主中方已经落实了啊 现在就开始帮主中方了 毕竟我们无 这个无限跟这个弥足 两个人还是有点强的啊 有点强的 不过弥足他不能给自己回血 有我们给他桃子啊 然后我们如果掉了血 有弥足来包养我们是吧 咱们是互相帮忙啊 这个香炉以沫啊 好我们这一个九杀打向弥足 这是个什么意思要要 哦对我们是是借弥足隔三打流 是吧 因为我们是选择了红牌 多指定一个目标啊 我们没办法杀不到别人 杀弥足可以同时多指定关心张猫啊 刚才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弥足很幸运的散开了啊 我们想着如果弥足没散开 把它收了跟内奸2v2也是可以的啊 刚才这个算盘好 那现在弥足已经成这个状况了啊 这个内奸果然是想收弥足了 那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咱没有桃子哎呀 这个弥足神奇 直接我摸一个桃子啊 那结果流程也裸摸一个杀啊 还是把弥足给带飞了啊 那咱们就进入欢乐2v2啊 这个欢乐2v2啊 我们看看要怎么玩啊 我们是选择多指定目标 杀了张武一下 要打了关心张猫一下 然后我们火攻强瞄主攻啊 就被无限了 再开了一个蓝弯路青啊 让主攻掉穴啊 再不行的话再来个万金启发啊 主攻估计有散了吧 没杀还没散吗 好我们这一波操作哎呦 没有打死啊 居然一个都没有打死啊 然后这个代言咱们也不发动了 是吧 这个觉得算了 好了这样的话 主攻一轮没打死的 下轮又有米了啊 张武这个主攻的续航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是非常强的啊 你看这这关心张猫又跟他配合 张武的血给加上去了 是吧 又搞到两血了 好了 我们现在是是可以打不着的啊 不就一摸摸了四张牌 还是摸了三张牌 又给了张武一下啊 把张武打成一血啊 我觉得张关心张猫刚才 那个给张武保持威射也是可以的啊 好 如果张武这桃子一吃 待会又可以卖两个大米 还是比较头疼的是吧 你看我们这有个八卦 实际上关心张猫 其实不担心张武和这个米卖出去了啊 张武是肯定有机会把米给卖出去了啊 好 现在我们作为最后一个反贼啊 我们要担心的事啊 一 主攻非常的刚啊 这个防御力非常强 在这种情况下 强推主攻 感觉有点有心无力 是吧 干掉忠诚 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是干掉忠诚之后 又能怎么样呢 关键是 这是进入阻力反 是吧 这还有一个内奸也会挡在你的前头啊 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 好 我们的木榴娃也被拆掉了 变成了一个最弱势的一个反贼啊 这内奸 如果对张武的单挑有忌惮的话 不会那么轻易的啊 那么早的想着推掉我们啊 你看果然 现在我们就指望内奸 他稍微忌惮一下张武是吧 那个搞一搞啊 这个去压压张武 别慌说我们 我们在伺机而动 但这一个有八卦 有加音的四血带米的张武 我们要伺机而动 把它强秒掉也是比较烦的啊 如果不是想把它强秒掉 你要把内奸这个满血三装备的内奸先搞死 再去跟主攻单挑也是比较难的是吧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一边打张武啊 一边这个这个用这个代焰来进行输出去啊 输出去来打流程啊 主攻一看正好啊 你打我 我不掉血啊 你要打内奸 那我跟着你一起打是吧 帮你一起把内奸给拍下来啊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改变策略了 还是集中打张武一个 好这个把张武乐住 估计也是乐不住的啊 这还有一个红桃 好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对着内奸代焰啊 好张武这个乐添过了啊 杀武一下我们也不敢拿他的米是吧 像这个伞留着防内奸 那张武来了个这个伞电 那就有点头疼了啊 这样靠下去 那伞电的话 我们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 赶紧把这个伞电拆了 幸亏来了个过河拆桥是吧 好 那这样我们开始转转头是吧 觉得代焰流程没啥意义 还不如代焰张武啊 好第一个代焰 我们很幸运啊 只给他一个伞啊 这个伞目前来说 对张武啊 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那后面我们每次对张武代焰 那至少不亏啊 即使给他那个桃 他也会留失一点体力 总之不亏就是了啊 好把乐不四五之后 然后再对他代焰啊 他虽然给了他一个桃啊 但是他还是掉了一点体力是吧 有那个手上存的牌会少一下 但是他又存了两个大股 实在是让人偷疼 好这个内奸也帮着我们一起 压张武 张武这时候不吃八卦 把自己的米搞小一点吗 他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输出有点记得 再把米留一留啊 因为我们有贯政服 好咱继续对张武代焰 是吧已经把他搞成一血了 但他刚才是有个桃子的啊 我是记得的 那第二次是给了他补了一个沙的啊 好那这个沙等啊 我们也不敢拿他的米是吧 但是他这个铁锁连环传过去 他把这个米拿过来了 插了一下 又回到满血了啊 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绝望的一个事啊 我们都一血了 张武还是满血了 咱们想了这么多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 没有能够让张武的状态给压下去 实在是让人头疼啊 张武这个决斗 放流神还决斗还是砸了脚啊 好又开了个无缝针 张武又把米卖完了啊 张武米卖完了 咱这个九杀就可以上了 咱有冠石斧啊 来 哎呦 这还有决斗 先九杀 这个决斗不一定决斗的成功 是吧啊 咱们留一个杀还是拼了 这个决斗 再一个代焰 来 好 认识把张武给描死了啊 这弥足还能往往场外给我们加油 冲啊 是吧 真不容易啊 这个张武的回复能力 使得内奸忌惮 是吧 所以内奸在他的回合内 一通啊 组合拳 把张武的两个米给打掉啊 结果到我们的回合 靠着冠石斧 和一口九杀 加上一个决斗 最后一个代焰啊 连续出击 终于把张武四血 直接搞死啊 这组织角真不容易啊 好组织角爱丽叫武清雨 还很浪漫 感谢他的投稿 好 再看一个主公的录像 这主公选谁呢 要不要选第二排呢 哎 选了个中瑶组啊 中瑶的能力啊 不用质疑啊 非常的强是吧 强了一塌糊涂啊 看看他作为主公会怎么样啊 首先他作为主公防御的 应该是还可以的啊 然后这个包养别的能力也是有的啊 好 这个二号位这个标黄盖啊 不知道是干啥的 咱给他一刀再说是吧 让他苦难来了 可能要对我们干坏事啊 这个双枪对他生存不明啊 并没有给他补两个牌 或者怕我们双枪要配合他 他要是反 我们就没得玩了是吧 就是一通组合拳 要把我们往死里搞啊 这个杀 咱们一个伞你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这个这个连儒 是吧 也没有人救他啊 这狂盖直接苦死了 原来是个内奸的我那个去 这一上来就跳反的内奸啊 咱有点伤不起啊 好 这个双枪应该是忠诚啊 他挂这个轻钢剑 咱没有给他补牌是吧 确实毕竟不确定啊 双枪杀了 蔡夫人乐了不治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反正忙了呗 现在他作为忠诚往下 忙的几率是很大的啊 忙队的几率是很大的 因为只剩一个队友了是吧 好 这个蔡夫人挑了个范 我们就可以跟修小强来 躲定了是吧 好 躲定天下又可以帮我们的忠诚 又有一定的防御力啊 没那么容易被输推 是吧 这就是忠语的特点啊 好 不治判摩期过 哎呀 这一下子摩摩牌给蔡夫人两张 七牌给啊 摩牌给蔡夫人一张 七牌给蔡夫人一张 然后再窃听再是一张啊 好 这个佐茨好像跳了一个忠诚 是吧 这个意思啊 挂了个截命啊 后面的两个都都是反贼了 不一定啊 佐茨没跳忠诚是吧 他只是去打张志华了 是吧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南部路青 也有点像忠诚 这么个意思啊 我刚才为什么没出杀呢 把杀留着干啥呢 好这个国家也来杀张志华 张志华直接倒了啊 这个反贼倒下了 他表示啥意思啊 我为什么就死了呢 那国家应该是忠诚了是吧 好这个装枪来了 摆一狮子往来个去 那这样子太爽了啊 这国财小想拆八卦没拆神啊 这一个反无线 佐茨也应该是反贼了啊 好 可以我们够不着啊 然后用白狮子回血 双香又给了两张牌 哇的直接绞杀借国家 让借国家卖牌啊 给了我们四张啊 为什么给我们四张 我们下回合才能拿 你给双香啊 那这个国家表示直接主吧 那个不要打我是吧 好我们头上有四张牌啊 仗着只有白狮子 加上一个桃子是吧 咱们让国家尽情的卖啊 好 这个蔡夫人一个雷杀是个黑桃 咱又可以给双香抹一张牌 布置来了 一个五五封针 拿了一个诸葛连鲁 拿诸葛连鲁你想吐谁啊 你左右都吐不到呀 好国家拿了一个伞啊 我们又只拿一个杀 没太大的作用 这个无中生友最好给他无蟹了 哎呀两个无蟹漂亮啊 因为他的无中生友是可以多开一张牌的 好 地盼你回回血 双香可以跟着摸牌是吧 很爽的样子 好双香肯定是死不了的啊 国家有桃我们有桃 然后还有白银狮子啊 好这个独自帮助佐茨卖血啊 这个佐茨给了结两张牌 他又给佐茨法兵徐章啊 反对方的配合也玩的汉气啊 现在是花乐三云三 谁怕谁啊 我们待会是要摸六张牌的啊 是要摸六张牌的 好十凤十虚虎失败 他却没有结病 哎呀这个九杀要救啊 一定要进入牌序 先用活墨再用桃子啊 否则你先用桃子 就不能再活墨桃子了啊 好把双香救回来了 现在看国家的行动 一个桃银结义漂亮 树桃香又给他补两张牌 吃个桃子又补两张牌 挂黑道闪电又给他补一张牌 补了这么多牌 结果他没没人进攻 这是干嘛 你能不能这个杀这个不治一下吗 好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再来杀国家是吧 又是一个九杀 国家分牌 国家分了我们一张 分了树桃香四张啊 然后通过传导 把蔡夫人给传死了 然后再来一个五股风灯啊 漂亮 拿一个顺手牵羊啊 像顺啥来的 顺树桃香的闪电是吧 这个觉得这个现在已经优势了 不要再挂闪电了 好树桃香的一大把牌启动啊 一个九杀 嘣不知死了啊 之后我们就开始围观作词啊 作词开始摇扇子啊 非常悲剧的样子啊 这个狼独心国家直接死了啊 国家这为啥他有杀 不想杀了啊 国家反正是很很有意思啊 他可能对我们 让他卖血的这种打法很不爽 是吧 Anyway了你如果不爽你就去吧 咱现在也不需要你了啊 你至少卖血还撤了我们牌 你看国家死了 咱让朱尔香也逼着他卖血啊 咱总之中尧啊 就是逼着忠臣卖的啊 你作为忠臣就不要怕死了啊 咱主公带着你一起卖就行了啊 好我们的这个这场的亮点是吧 咱们中尧主公逼着郭家卖 又逼着孙儿香卖 实际上这是标准的逼中为仓啊 逼着两个忠臣疯狂的卖啊 卖到最后把反正都卖死了 我们也就赢了啊 好主角ID是QS神棍 感谢他的录像 好最后一把再来看个四号位的忠臣啊 主公还是P公子啊 我们选谁呢 一二三哎 他猜了没有夏侯士美女是吧 夏侯士美女的原话还是比较啊 比较这个合格的啊 没有被现在的这个新规则修改啊 一样是那么风韵迷人啊 好主公一上来 这个我们作为嗜血主公的忠臣还是很爽的 一上来基本上主公不是太风骚的话 稳定发动喬食啊 好蔡文基刚才是黑杀人毛盾不跳神分是吧 当然这些很多新手玩家会跟蔡文基标反啊 但咱们一定要记住不要瞎标 不要去瞎配合 你先稳妥一点不行吗 好咱们开了一个蓝路心啊 看主公麦啊 主公麦会不会翻下啊 那个蔡文基令宿目以待啊 这里有个陈群啊 作为忠臣作为反贼都是可以的啊 好主公选择了翻貂蚕 他翻貂蚕的时候 陈群给貂蚕补牌了啊 说明陈群是跳了一个反贼要跟主公对着干是吧 如果不是反贼的话 绝不建议他这么个搞法啊 好草昂跳了一个反 夏侯敦跳了一个中 貂蚕确实跳了个反 主公搞对了 好了既然如此咱们就给夏侯敦补牌了是吧 插了一下子给他补了两张牌 好这个陈群开始给貂蚕定品 貂蚕包养的很爽的样子 回合外七张牌啊 好这时候这个草昂刷了一张牌 给了我们一张废的藤甲是吧 无所谓啊 这张废藤甲你没有白给你给的正好啊 为啥咱们夏侯敦是失血这样的 你给了让我们回合外 手牌达到四张 那是明摆的 是要鼓励我们下面发动乔石是吧 好借你点这个这个打法这个铁锁连的是 基本上连的都是忠诚啊 这夏侯敦我们的主公都连了 他应该是反贼啊 蔡武基就是应该是个忠诚了 如果没搞错的话 好夏侯敦清简 哎呦清简这个手牌 哎呦我这刚才这个配合有点眼花缭乱了啊 刚才是一个栏目入侵 我们手牌是三张 所以夏侯敦也搞的是三张手牌 我们发动了乔石 然后夏侯敦又发动清简 把牌再给曹丕是吧 这个搞得非常快啊 一同操作两倍数我都没看过来啊 好了这把我们好像是有配合啊 曹丕夏侯氏跟夏侯敦啊 夏侯敦毕竟跟我们一样是夏侯家的人 是吧 是夏侯家的啊 因为夏侯氏 他本身跟夏侯淵的亲戚就比较远 好像是夏侯的淵的一个侄女什么的 是吧 反正是一个比较远的亲戚 而夏侯敦跟夏侯淵之间的亲戚 也隔的比较远啊 是竹地的关系啊 竹地就相当于是隔了好多层了 好像是以爷爷那辈 还是爷爷的爸爸那辈 是兄弟的关系是吧 是非常远的啊 那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都是夏侯家一家人是吧 好 这一个九沙 内奸已经等不足 急要跳起出来了是吧 虽然把我们跳翻面了 但咱表示压力不大啊 就屁股子在这了啊 好 那么七牌还是三手牌过 然后夏侯敦是被冰了 但有我们的包养 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貂蚕悲剧 被翻面 被勒就没动过啊 可见潮批 这个主攻先手 我压子是多么的狠啊 好 这个桃圆结役 我们估计要连无限两根 还要无限貂蚕吗 那这样 哎 没有无限貂蚕啊 咱决定手上还是留两张牌比较好 哎 这个两张牌一下子就变成了三张牌啊 好 然后这下子潮批掉血一把我们翻过来 又变成四张牌了啊 这也行 因为夏侯敦是有希望回到四血的 是吧 他回到了四血 是那个也可以回合外 四牌过就可以了啊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打个无限 咱也是三张牌了 是吧 好了 既然咱三张牌你夏侯敦 最好也是三张牌过啊 好 这时候这个钱财漂亮 三张牌过啊 他七点顶在头上的啊 然后三张牌给他补了一张 他七点头上就顶了两张 然后再把这两张全部给潮批 是吧 这一通操作咱们看清楚了 潮批差不多可以把夏侯 这个蔡文姬给吃了啊 好 那不吃的话 可以把离点给搞掉也行 反正捡一马也有了 好 我们又是四张牌潮批也是四张牌 又给潮批艳语了一下 是吧 咱们夏侯是只要那个桥 桥石了一下 他只要桥石能够发动的多 那艳语就能发动 艳语能发动的话 他的收益就上来了啊 好 最后通过夏侯敦这个铁锁传导是吧 我们祖宗方掉两血 反正方也掉两血 还有诸葛连鲁还有杀是吧 一定要把貂蝉给搞死 就是一个杀 潮批没推死 我们推死了啊 然后现在就推曹昂就可以了 好 那杯哥杯吧 然后杯完了之后没杀 包养夏侯敦一下就可以了 好夏侯敦杀了 潮批一下把门给翻了回来 可惜这次他没人保持三手牌过 是吧 好 潮批突突突突突突突 现在已经无所谓 业语配不配合了是吧 这一通操作这个这个蔡文姬死了 潮还没死 但潮批断肠了 哎 他真的保持了三手牌过了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发动一下啊 这个这个乔石的 好 这个潮痕悲剧啊 被夏侯敦刚烈致死啊 刚烈致死实际上是十大 三国杀十大酷勤啊 一种比较悲惨的死法啊 好 这个主角ID依然是QS神棍啊 就用了他两个录像啊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次 双夏侯加潮批的配合啊 我们也成功的得到了MVP 今天的录像部分到此为止 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我们接着上期砍啊 上期砍到马腾 为了那个对付 寒水 这个那个决定跟潮操结盟啊 并且也他本来就跟潮操结盟啊 他的决定是在做出更大的姿态啊 更大的诚意跟潮操结盟 就是自己带着两个儿子马修马铁亲自去夜城当官啊 去中央了 而把自己的西凉的军队交给了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马超 马超自孟齐啊 这个孟一般是给素子素子的老大起了字啊 如果是笛子的老大一般是伯啊 比如说小霸王孙奔叫伯伯自伯伯是吧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猜想吧 那个马腾带去夜城的马修马铁八成是笛子啊 而留在西凉的马超应该就是素子了 马腾啊去中央那是准备安度晚年的 因为他那时候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他是没有想到马超后来做出这个跟潮操对抗的事情 导致他这个这个带到夜城的啊 这个三族都被潮操杀了是吧 好马超这个人这一辈子啊 最浪人叹息的就是他的亲人 基本上都死了 他就是一个天煞孤星是吧 他不但他爸爸那个马腾啊 马修哥哥马修马铁 因为他的原因被移到三族 他自己的妻子啊 儿子啊 女儿啊也因为他的原因啊 这个被这个杨阳布啊 什么赵昂那帮人给杀了干干净净了是吧 他投靠张鲁的时候 曾经碰到他一个小妾的一个弟弟一起庆祝元旦啊 结果马超看了他之后他长叹一声呢 我马家军本来啊 应该和家有一百多口人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在这庆祝元旦了 于是悲伤的那个哭的都呕出血来了啊 然后他临死之前写遗书给刘备也说 希望您一定要照顾好我的这个重弟马代 重弟我说过啊 这是属于血缘关系比较远的弟弟了 但是马超实在是也没有血缘关系更近的亲人了啊 就只能托刘备照顾马代了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经常会想到啊 你说那个人奋斗是图啥呢 然后你刚图了最后这个家人都死成这样了 但是你如果转头一想啊 那起来他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更大的利益更大的成功来奋斗的 在这种这种啊为这种目标奋斗的军阀眼里啊 那家人的性命有啥了不起呢 比如说啊那个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 马超死的时候46岁是吧 刘备的寿命比马超要长啊 他死的他那个呃这个死的是应该是50多岁呃死的是吧 但是刘备46岁的时候跟马超呢 其实是没太大区别的也是伦丁凋落呀 刘备的家属也是经常这个这个在战乱中是那个被抓呀被杀呀被俘虏啊是吧 刘善是刘备的第一个儿子 那个时候刘备正好46岁啊 如果刘备跟马超死的时候差不多 他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亲人可言的是吧 刘备之前还有两个女儿在长满坡的时候 被曹操的那个手下曹淳给俘虏了 生死不明是吧 如果没死的话 那应该是给曹操的将领当小老婆去了啊 刘备的妻子那是实现过的好多次是吧 所以说刘备其实他的这个折腾的一生也是孤苦伶仃的一生 一直到46岁幸亏他没死他多活了几年 终于混到了汉中汉中王称了张昭烈帝是吧 同时还多多生了两个儿子刘勇跟刘李啊 如果他跟马超一样死在46岁的时候那他也是非常悲惨的 那也是折腾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连个亲人都没有是吧 马超死的时候虽然没有儿子 还有个女儿嫁给了刘备的那个儿子刘勇啊 刘备估计呃那个跟他46岁的时候也是呃 估计女儿还是有 但是儿子认识没有等到是吧 好容易出了个刘赛啊 总而言之 比较马超跟刘备的经历就知道啊 把这种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面啊 想混成一代帝王的啊 想想在乱世中这个不臣服于其他人 想自立为王的这帮人啊 都是非常孤独的啊 他的亲人啊 那个什么这个朋友啊 这帮人的性命在他们眼里了都是过客是吧 过烟云烟啊 不管是自己的父亲也好 这个兄弟姐妹也好 儿子女儿也好 他死就死了啊 那个这个要死了也没办法啊 只要我不死 我总有一天会成佛成主的刘备等到这一天啊 我们可怜的马超却没有等到这一天啊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亲人是怎么死的啊 这个马腾和这个马修马铁 他们三主怎么死的 大家应该清楚了是吧 因为马腾已经到叶城去当官了 但是曹操要发兵要讨伐张鲁 大家知道从地形上来看 曹操的兵要打张鲁 首先就要经过马朝的这个这个梁州 是吧 那个他兵可能要集结在关中 那又是威胁的马朝他们的梁州军队了 这样的话 马朝寒随这帮梁州的大佬心里就不安分了啊 曹操这个这个打张鲁是真是假呀 不会把想把我们一国端吧 既然如此了 咱们还不如先发之人是吧 于是他们就反了 这一反啊 这当然没有成功啊 因为他们的联盟是比较脆弱的 具体过程我们下期再砍 然后失败之后 曹操就把马腾 马修马铁三组都给灭了 是吧 马朝就这样 失去了他父亲那一辈兄弟那一辈的亲人 然后他自己的妻子是怎么死的呢 马朝虽然反抗曹操失败了 但他的军队并没有被彻底的消灭掉 是吧 他带着残余的军队躲到枪主那里去了 等风头过去 曹操呢 当时正好后院还不安稳 他要抓紧时间 好好的加强他的集权 准备创位是吧 称公称王慢慢的振不走 所以曹操打败了 马朝等人寒隋的等着部队之后 就把军队给带回去了 当时这个梁州的一个大佬杨复就告诉曹操 你这样不行的啊 你走马朝这个湾山又不回来的是吧 曹操那也没办法呀 结果果然马朝就回来了 他好几个月攻城把这个梁州当时的治所 在天水的继承给攻下来了 继承那就是姜维的故乡呀是吧 好攻下来之后他杀了赤石伟康 但是他一定要重用当地的大佬杨复赵昂是吧 还有一个叫姜绪梁宽等人都是马朝的拉拢对象 是吧 马朝对杨绪那是极其礼遇 杨复啊 希望他能帮他 这是他在梁州巩固他的统治的必经之路 结果呢 杨复这帮人不买他的账 你马朝算老挤啊 我们曹操现在来不了 他迟早会杀回来把你赶走的 是吧 当然以杨复他们的视角记录 他们肯定是为了忠义 是吧 是大汉的功臣呢 是吧 我们要忠于朝生下 坚决的对抗马朝这种逆贼 于是 他们就暗自集结 这个商议 就把马朝赶出去 那了 这一下子 这帮大佬都不支持马朝的统治 马朝的统治自然就是薄弱的 杨复跟江旭在鲁城 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啊 马朝去打他们的时候 剩下的另外的人 什么赵昂啊 梁宽之类的 就把这个继承的门一关 把马朝的里面的妻子啊 儿子啊什么女儿的之类的 杀了个干干净净 那马朝简直是要吐血了是吧 当然马朝那也不是好惹的 你杀我的妻子儿子啊 那杨复当时他们杨家中世的十几个兄弟 也被马朝给杀了是吧 那个江旭她的老母亲也被马朝给杀了啊 然后这个赵昂她的老婆非常的有名啊 大家玩杀木杀知道 就是这位王毅是吧 赵昂跟王毅造反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赵岳在马朝的手下啊 但是他们依然那是这个这个不管不顾的啊 为了他们的忠义啊 为了忠于朝真相造了反 当然他们的儿子赵岳也被杀了是吧 可见不光是那帮军阀啊 那个对不把自己的亲人当回事啊 这帮忠义之士啊 这是为了博取这个在乱世中生存啊 博公民的忠义之士忠义这个之旅 也是不把自己的儿子呀母亲呢 放在啊的性命放在心中的是吧 死了就死了 总之我们要把马朝给赶走 总之我们要立下这大功一件 所以马朝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给搭走了是吧 自己的这个这个家里又死了一货本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悲剧好啊 下期我们就具体来砍一砍啊 马朝他在和曹操的对抗中是为什么会一败再败 下期再见